Ky就講開刺蝟 其實我也想分享其中一個chapper 就講裸彥鼠 內文都有提過刺蝟 現在沒有人知道什麼叫裸彥鼠 我的中四白鵝 中五白鵝並不包 我們叫裸彥鼠出來見一見 現在是否好像五翼那場 直接可以交圖 今天有交圖服務 是否抵比 是否抵比 對 裸彥鼠其實科學上 就是這個東西 左下 為什麼這個chapper會捉到 因為是地鼠 原來真的是裸彥 是裸彥的 很搞笑 你看到他的樣子 其實都可以說一下 他的內文都有介紹到 關於裸彥鼠 這裡就說他很醜樣 一些人不想看他 但我看第二篇文章 就說他看到裸彥鼠 其實想多看兩眼 為什麼 因為雖然這裡 他就說是史上最醜陋的部分 但其實他有另外兩個description 就更加是全神的 第一個就是有四條腿的陰莖 說到這件事 就要看各位的見識 就是裸彥鼠 你看到他這個刮光 滑滑滑滑滑 就是粉紅色那種皮 他有趣過陰莖嗎 我不知道 我不是看過很多陰莖 這個是來自lesbian 對 是很可愛的 另外一個description 就是會近東西的小香腸 都是跟那些有關 滑滑滑的長腸 炒的皮 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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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聯想 對 大家覺得這個文章 這樣形容是否是貼此 就是關於這個 見人見智 對 不過是大家見識的問題 對 然後他有說到 我記得剛才有提出一些 馬上來自科學家的反思和質疑 我記得是很厲害的 蛤?你突然這樣走 不知道說什麼 不是啊 你說 他說這隻令你想起陰莖 其實是視乎你的見識 是什麼意思 對 我一直都在說這件事 見識有多少 你要推 我們再推前一點 其實可以再前一點 因為大家看到裸染鼠 那種顏色 就是皮膚的顏色 如果你說用它是一個陰莖 去形容這個動物 就真的好看膚色 對 對 但是陰莖也沒有顏色 對 所以就不可能知道有什麼 家會跳出來說你歧視 對 他有一個白人的視覺 對 很簡單 是一個白人的視覺 對 所以這個 通常都是白雪雪 看不見到科學的客觀性 對 這個真的 我覺得真的 其實有些書 是生物學的書 專門拿來 一本叫做 Dr.Tartiana 對人類的生物學的性中公 就是 它就是用動物的一些特性 去開闊我們對於性別的想法 這個剛才就馬上扔到 我就說馬上扔到 是什麼褲色 對 你 但這張是沒有褲色 這個不夠我分享和分享出來的陰莖 不要 夠不夠 讓我說這片 不要說老闆 不要說老闆 剛才 剛才說到 你那隻刺蝟 然後我才拿到這個裸演鼠 其實他有說裸演鼠 因為他在地底的泥 就是很迫迫劫 就是慘過住劏房 跟他整個家座這樣住 所以呢 他就有提到 當你要 就是跟那麼多人 迫在一起的時候 那他那種軟化呢 令到他是 例如他對著痛楚的感覺 是近乎靈的 就是他 你可以說他是不懂得痛的 很慘的 好像是很慘 你看到最後那一段你就知道了 然後他也會有一個類比 就是他跟刺蝟有什麼分別 就是刺蝟 如果你在過冬的時候 你想 黏在一起 好像要保暖 但是刺蝟 會刺到旁邊 或者被人刺到的 但是你刺完之後 但是你又凍 又想要黏在一起 那裸染樹 就又不怕痛 又不怕刺 又不怕刺 又不怕你阻擋 又不怕你阻擋 滑滑滑滑滑滑 就是一種這樣的生命 一種人生的態度 就是跟刺蝟 它比較 在內文裡面 我看到我看到最後一段 很…很…很… 可能最後一段在後面 對 我知道是要連在一起看 因為他有分析過裸染樹 跟人類有什麼 就是人類有什麼 學習到他 就是… 要麻木一點 他其實不痛 是為了別人 就是他令到麻木自己的神經 麻木不懂得疼 是為了讓大家可以互相取暖 就是摩肩插背的時候 都不會因為自己受傷而縮開 我還要繼續付出 我覺得…我覺得… 你剛才那個… 我站壞自己 有些頭寫 不要不認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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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很… 我剛才說到 你說裸染書 你說它很容易受傷 當然是很容易寫 但這段原來是有個 這樣的麻木 很偉大 麻木再扭轉 變成一種相處的方法 還要屠次為美 其實你四頁子裡 每一段都是一個轉方 很厲害 想繼續讀完它 一片你不會停 那你突然看完 這麼快就完了 但好像你還有事想想想知道 還有它是很經典 雖然說是哲學 它是很經典的哲學 譬如剛才KY說的 太多工作 不懂得逃避 不懂得逃避 這個肯定是後福特時代 現在是後資本主義時代 才會想我們會停 其實才行的 然後這個也是… 我們聽聽 也挺複雜的 只要學會減低 內心裡已經過度被刺激的社會疼痛感受 即是你要減低自己對於社會疼痛感受 減低的程度 然後脫光於衣服 脫掉全身的體毛 就好像裸演書 其他人都不會跟到你的 那你就可以展開雙手抱擁別人了 好小喔 對 為什麼好小 也挺窩心的 怎麼可能其他人都是裸演書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其他人都跟你一樣 沒有害的 為別人本的 現在這個社會好像就是 如果我們要追求一種理想的社會 就是要追求裸演書的社會 真的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裸演書的社會 真的很厲害 裸演書 我們是不是要說真的好科學的內容 說吧 裸演書 其實真的科學界 近年是很經常要研究它 哦 紅人 紅鼠 紅鼠 提到它是不怕痛的 不怕痛的 為什麼它不是很痛的感受 好像是會在Marvel的影片出現 因為要做Super Soldier 所以就會拿裸演書的基因打下去 很厲害 不怕痛就打極 可以繼續打 其實就是它說那個 痛覺的神經 它不是功能 而是你要身體 可能有些很重大的損傷 或者很大的刺激 讓你身體的細胞 是真的可以做到很多 關於痛的化學 分子化學的訊號 要是 例如我們人 是一分 我就感覺到痛楚 那裸演書 可能要你十倍這樣痛的分泌物 它才會發訊號 上腦部 告訴自己 你可能弄傷了 你可能受傷了 這樣已經不是可能了 這樣肯定是弄傷了 果然是一個理想的 果然是一個理想的 它是很 Tolerance Tolerance Level很高 但是這樣不會很危險嗎 它已經去到那個 如果傷口很重大創傷的時候 才會有適合 裸演鼠 它那個瘋線的地方 就是 講到鼠類的動物 你熟一點 就是越小隻 那些被類動物 我們大概有個確認 就是越小隻 它是越早死的 兩三年就可以了 對 金毛鼠三年 裸演鼠這些東西 會有四隻腳的向腸 其實你以為它好像那些鼠 三四年都可以死 它小隻就暖命 牛大隻 就是長命 它是可以三十年 蛤 為什麼他還長命 聽起來 還有它是沒有衰老這回事 嘩 它其實是理想的人類 我現在要成為裸演鼠 它不是因為我們人 可能七八十歲 你又會抄 一些東西慢一點 機能衰距 就是那些器官衰距 裸演鼠是沒有這些 但平均它們就說有三十年 可能去到第三十多年 它沒有衰老 可能有意外 被人吃了 或者這樣 可能去到死之間 是沒有那種 你 哎呀我巢皮 當然它扁扁是很巢的 醫生也巢 它的細胞的機率 仍然好像很陰 很陰 那它為什麼可以自然死呢 你被人擔走 它也是一種自然演將 但這是外來的 即是外來的 不是它自己的機能 所以我真的沒有去考究到那麼多 但我想 重點就是 裸演書這些 這麼有趣 又不怕通 又好像不裸 還有一件事 它是不生癌症的 嘩 怎麼可以不生癌症 所以你馬上聽到這些 李嘉誠很喜歡 一定投資 對 Cat都聽到這些 你會自然 會相信很多不同範疇 不過我現在都會想去研究一下它 我如果養草物 應該要養裸演書 因為它會好像老 我現在經常在想 我這貓什麼時候死 我經常很不開心 因為我這貓已經很老了 我經常都很不想牠死 要用盡一切外力令牠不死 但裸演書是牠自己不會死 不會太傷心 所以也是 謝謝你的補充 完全是 我找到了我人生的 即是新的 偶像動物 偶像動物 和我人生理想境界 就是不覺得痛苦 但你要沒有餓 而且很噁心的樣子 很噁心是不包的 牠只需要令到你的痛覺 神經瘛麻痺 我要補充一下 牠不是麻痺 牠是好人 所謂好人不痛的意思是 牠不存在 牠要有很勁大的痛楚 或者某種壓力 牠會發出一些訊號 牠會發出一些訊號 喂!痛了 那就是回到我的問題 所以不痛 麻木是不一樣 如果痛就受警告 令到你知道有危險 那牠就會很像會醒覺到有危險 其實你看裸演書 牠本身住的環境 就沒有什麼好危險 牠其實就一直在泥 在一個洞裡轉來轉去 好搞笑 好搞笑 現在完全找到了 那牠真的不需要痛 牠們不需要痛 而且你看裸演書 牠好像很白滑 五官沒有什麼滑 例如牠對眼其實是沒有視力的 因為牠長期都在地底 還有牠有對爆牙 牠是要合起來 牠牠的牠伸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牠需要合起來 牠會挖泥 如果牠牠的牠在裡面 要抹大牠身出來才可以爬 牠會吃光 所以你會發覺 動物界是很 奧妙 奧妙之處就是這個 其實是反轉化 不是人類學它 而是有些人類 如果你是一個很保護 很受保護 很專注工作的環境下 牠真的不需要對外面的世界有警覺 好像牠們不需要有痛 牠們會有外界的危險 但是那些一有事就立即死了 OK 立即死也不錯